40 天上人間 耶穌復活之後,有一天,彼得和其朋友沿著加利利海的岸邊走走 他們看著太陽西下,那個景致是多麼美麗,多麼熟悉,但也很令他們相感 因為這些一切都使他們想起耶穌來,過去三年多以來,日夕相處,同行,共話,那種美好時光,似乎已經一去不翻了 那個時候在碼頭旁邊停著很多的船隻,彼得的一條船也在其中,這個情景又使他想起以前的事情 彼得似乎看見耶穌坐在船頭,教訓岸上的群眾 又或者那一次神奇的捉魚,使船幾乎要沉下去 或者有一次在狂風巨浪當中,耶穌躺在船尾高枕無憂 他走上自己的船,向裡面一看,以前耶穌用過的枕頭,可能還放在後面 你這一切的景象,都使他回想起往事,就不禁有一種傷感 彼得突然向其他人說,我現在去捉魚了 就是這樣,他時常喜歡用行動來打發自己的情緒 其他人也急想解決心中的仇虎,就說我們也跟你一起去 於是他們一起爬上船,用力向海外爬去 他們整夜將網煞煞拉拉,要藉著辛勞的工作,來打發心中的屈門 但是他們失敗了,因為他們整夜的套路都是無功可獲的 地打不到魚,就令他們更加想起耶穌 想起往日和他們一同生活的各種快樂的時光 但是就更加加憎他們的傷感和難過 在天上要降的時候,他們將船搖回來岸邊 突然間他們聽見岸上有人說,小子們,你們有沒有打到魚呢? 他們就隨口回答說,一條都沒有 那個陌生人就建議說,你將網煞在船的右邊就可以打到啦 於是他們就聽從他的建議 忽然之間,覺得在網裡有很多個魚在掙扎 他們就馬上想起,這個一定是耶穌 於是約翰就首先呼叫,那真是主來的 就是這樣,比特一聽見馬上就退入水裡,游到岸上去 看見耶穌,真是喜出望來 每一次耶穌一來都會使他們轉失敗為成功的 這次也沒有例外 其他人一靠岸,就發現岸上已經燒了一堆炭火 上面已經在那裡敲餅和魚 耶穌就對他們說,將捉到的魚拿幾條來 比特和他的同伴就數算一下,一共捉了一百五十三條大魚 耶穌又選了幾條來,煮好,使大家都有得吃 接著就招呼大家,大家都來吃早餐啦 他們滿懷高興,一邊吃一邊想 這位復活的主真是多麼體貼 親手點火為他們預備早餐,做他們的博人 他們沒有忘記他們的子民那種需要 在他們又疲倦又餓的時候 他就親手為他們預備了食物 這真是一位多麼有人情味的舊主呢 門徒不能忘記耶穌以前所說過的話 他說你們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好像得魚一樣 今天就是在這次的經驗當中 使他們覺得好像有再次受到這種呼召 所以他們就決定再放到網裡跟從耶穌 當他們圍坐在火旁的時候 耶穌就開始很正經地問彼得亞 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給這個更深啊 同時,他們以眼睛掃視一下其他的門徒 彼得明白耶穌有理由懷疑他的愛 因為他曾經跨口自己是最忠實的門徒 但是竟然三次討厭過他 他那種自誇的天性 已經跟那次可怕可惜的經驗一同死了 現在他不敢再誇口 只是平靜地回答說 主啊,是的,你知道我愛你 耶穌對他說,你餵養我的小羊 稍微停了一下以後,耶穌又問他同樣的問題 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媽媽 給的形式很安靜地回答說 主啊,是的,你知道我愛你 耶穌說,你餵養我的小羊 在新約的聖經當中所用的這個愛字 原文是有兩個的 一個是有原則的愛 就是最高的愛 另一個是情感的愛 是朋友之間的愛 不一定有原則 也不是最崇高的 耶穌頭兩次向彼得所問的那個問題 所用的愛字 就是用這個最崇高的有原則的這個愛 但是彼得回答兩次都用情感的愛那個愛字 他不敢再跨口 能夠用最崇高的,最有原則的愛來愛耶穌 於是耶穌第三次發逢一個問題 就用彼得所用的那個愛字 就是情感的愛 來問他說,你愛我媽 意思就是說,你真的要愛朋友的愛來愛我? 彼得聽見這一次的問題 就好像一個倒勾的箭 一樣插入他的憂傷的心 耶穌竟然遷就他用他自己所用的那種的字眼 來問他 於是他有很羞啼的又難過的回答 主啊,你知道我愛你 這個原文的字 依然是用情感上的那種的愛 彼得不敢誇口 會用最高最有原則的愛來愛耶穌 這個就證明他 已經有一種真正的謙卑的顯然 那種的表示 耶穌啊,又再一次吩咐他說 這樣,你餵養我的小羊 彼得明白耶穌為甚麼一再的問他 而且問了三次 因為他曾經三次否認過耶穌 故此他這一次狠求的眼光注視耶穌 希望藉著這三次的表明 可以逃抹他曾經三次否認他那種的罪告 耶穌很了解彼得那種心意 他知道彼得那種熱神而容易 激動的那種天性 是充滿愛主的心 他也很清楚彼得曾經因為自己的失敗而痛心 但他不願意再揭破他那種傷口 他也清楚其他的門徒懷疑彼得 是否配得做他的門徒 甚至彼得本身 也可能不知道他能不能再恢復以前那種身份 這一次耶穌所用的方法 雖然是痛苦一些 但他也要向其他的門徒指出 彼得已經從失敗的錯誤當中回頭了 他現在已經被聖明 他已經有能力可以去堅固其他的弟兄了 耶穌對彼得說出了三次出奇的命令 都是說為養我的小羊 他等於告訴彼得 由於他對耶穌滿有感情的愛 就使他配得做上帝群羊的牧人 耶穌本身就是那位為群羊寫命的好牧人 現在他將這個寶貴的羊群交給彼得和其他的門徒 叫他們要做中心的小牧人 門徒那一天早神的經驗 就看出耶穌吩咐他們 要以餘夫的技巧去救人 令人歸向耶穌 而且要以好牧人的仁慈來牧養他們 耶穌復活的早上 那位守在他墳墓旁邊的天使 曾經向走到墳墓來的人 他在你們以先往加利利去了 在那裏你們要見他 正如從情他告訴你們的 門徒曾經把這個消息傳開 故事大約有過五百人來看過復活的教主 耶穌指定了時間和地點與門徒相會 也有其他人不約而同的從各處 向那個約定的地點來相聚 當他們來到約定的地點 就分散 站在山邊 那些聽見過耶穌的人 講述一些有關基督的消息 忽然間耶穌在他們中間出現 向他們宣布說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盡都賜給我了 所以你們要去洗萬民做個門徒 奉父子聖靈的命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 都教訓他們遵守 我便嘗嘗你們的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耶穌在地上的使命已經臨近結束 祂自卑的日子也將要完結 從此不必再講話我憑自己不能夠做什麼 祂獨特的神人一體的經驗 使祂富有新的權利和能力 祂現在不但具有創造那種能力 又有重新再造世人 使祂能夠恢復上帝形象那種能力 祂能夠打開墳墓 釋放死亡的俘虜 也有能力藉著十字架 來吸引萬人來歸向祂 祂也有能力在上帝面前代表世人 因為祂是天地之間的忠武 是人神之間的調解人 使犯罪離開上帝的世人 再一次可以跟上帝重新和好 祂吩咐他的人說 你們要去洗萬民眾的門徒 在他的啟示給門徒約翰所寫的啟示錄書裡面 提到世界末了的時候 那裡會有很多人 沒有人能夠數過來 是從各國各眾各風各民來的 祂在賭座和羔羊的面前 身穿白衣手裡面拿著棕樹枝 耶穌遇見到祂天國的福音 要傳遍世界各國 也要傳到山林中的一切的部落 以及天涯海角每一個地方 祂吩咐要將天國的福音 傳給全世界上每一個人 因為除非各國各族各方各民都有代表 天國就不算完全的 門徒因為這個偉大的責任 而害怕了 人類的任何財幹 任何的組織 尤其是他們這一班卑微的人 都不足以完成這個偉大的任務 這個工作 將要怎樣完成呢 他們再斟酌它的話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力都賜給了我 所以你們要去 就好像說 我既然有能力差你們去 你們就可以放膽前去 你們去不是靠著自己的能力 而是靠著我所賜給你的能力 就是天上和地上的能力的總和 故事一定能夠完成這種工作的 於是門徒就領會到 耶穌一定會賜給他們這種能力 早期教會發展的歷史 就足以證明他們 是以行動來證明他們對這個吩咐的信念 復活以後的第四十天 耶穌就約了門徒在耶路撒冷再見面 他們要在那裡 親自和耶穌相會 耶穌要親自將福音傳遍天下的秘訣 傳授給他們 他說 你們不要離開耶路撒冷 要等候附所應許的就是聖靈共鳴在你們身上 你們就必得著能力 一定要在耶路撒冷 猶太全地 和薩瑪利亞 直到地極 做我的見證 在他們出去為耶穌 征服世界之前 甚至還未曾有 講出一篇道理之先 他們先要聚集在那裡求聖靈的恩賜 如果沒有聖靈的幫助 無論他們怎樣努力 都不能夠感動一個人的心 耶穌向他們講明 只有藉著上帝的聖靈 才能夠有能力征服人心 才能夠推進上帝那種角度的工作 耶穌有提及征服世界的第二個秘訣就是 你們要做我的見證 上帝的子民必須以見證人的身份 來傳揚他們自己 以基督的經驗 祂吩咐每一個跟從祂的人 你們要去洗萬民做我的門託 但是個人的見證 比無生命的講論 是更加能夠感動人的 接著耶穌有指明祂的工作地區 祂說要在耶路撒冷 猶太全地和薩瑪利亞 直到地極做我的見證 耶路撒冷是當時猶太國的中心 是謀害基督的兇手集中之地 也是歷來殺害上帝先知那個地方 但是耶穌知道在耶路撒冷城當中 也會有無數的人 甚至在祭司和謀害祂的人 當中仍然會有些人會悔舉得救的 故事耶路撒冷就是他們開始工作的地方 耶穌要從耶路撒冷到猶太全地 都要門徒為祂做見證 這些就是從首都一直推廣到全國 然後要向那些有世仇的薩瑪利亞人傳道 耶穌要他們破除一切的種族 國家和宗教的各種格格 最後要到各各各族各方各環那裡去 他們的工作範圍必須具有世界性的眼光 如果不是的話 上帝的國就不能夠實現 耶穌很親切的和熱烈的和門徒談論了 這些一切的工作的目標 就帶領他們出城 經過一切熟悉的地方 就到了橄欖山 最後在靠近白帝來的一個小山坡上 耶穌就和他的門徒做了最後一次地上的聚集 他再一次地為門徒祈禱 就將他們交給上帝去照顧 然後當他舉手向他們祝福的時候 就慢慢地上升 他在世界上的大功已經完成 他回到天上去 坐在上帝寶座的右邊 擔任人類中保那種的工作 門徒眼光光地看著他不絕地上升 越去越遠 他們就帶著捨不得的那種心情 目不轉睛地注視著天上 對這個離別的救主 到最後一撇的時候 接著就有一片雲彩遮蓋了耶穌 他們流著淚 不絕地注視著一片亡亡的天空 心裏面有講不進的虛空 以及衣衣不死的那種惆悵 就是那個時候 他們聽見一種帶有安慰和鼓勵的聲音 他們說 加利利人啊 你們為甚麼站在那裡望天呢 這個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穌 你們看他怎樣望天上去 他還要怎樣再來 他們低頭一看 就發現原來有兩位新村白衣的天使 向他們宣布這的話 於是他們就 將這個傷心 孤靈的眼淚 化為寬莫的淚水 他們立刻仿然大悟 知道天上和地上已經不再遠隔 將來耶穌還要照著他的應許再來 他們所欠慰的主 現在回到天上坐在上帝的右邊 已經登上宇宙之君那個寶座 他曾經應許說 我就尚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可見他不是一走了之 乃是回到天上去另有任務 他仍然是他們親密的朋友 隨時的幫助 於是他們的心就大大的安慰了 耶穌不但曾經來過這個世界 幫助人解決罪的問題 他現在負責在天上做人的忠寶 以不鎖四章第八節說 他升上高天的時候 將各樣的恩賜賞給人 他乃是打開天上的寶庫 將各種封城的福分 賜給我們世上的人 一切的請求都可以向他直接發出 他猜快聖靈繼續與人同在 將天庭的福樂 流播在人間 聖靈也要親自指導為天國而爭取人心的工作 直到耶穌再來 靈也要的天國 最終實現為止 親愛的朋友 在過去這四十次月 我們連貫性的 將耶穌一生的事跡 都已經簡單的向你介紹過了 對這位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的偉大的教主 你心中的反應是什麼呢 在約翰二十章 第三十一節 記載耶穌的門徒 在他記述耶穌一生的事跡結論的時候 講了這樣的話 他說 我旦記這些事是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 是上帝的兒子 並且叫你們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字得生命 原來也能夠因為相信他 接受他做你個人的教主 而可以得到這種永遠的生命 讓我們一同祈禱 親愛的天父上帝 感謝你賜給我們一位偉大的教主耶穌 祂在世界上與我們世人同在過了三十幾年 受盡人間一切生活的滋味 祂今天雖然回到天上去 但是祂仍然與我們同在 替我們做中保的工作 而且祂重要再來 感謝你絕著耶穌偉大的一生 向我們表明了祂的心意 幫助我們 趁著今天仍然有機會的時候 把握你的救恩 接受耶穌向我們個人的教主 使得我們因為相信祂 就可以因祂的名字 得到生命 奉求教主的名求 阿門